就是有關裡面的文字還有圖部分 我們一樣是放在那個雲端上面會有一個就是練習檔 練習檔裡面的找106 106裡面的話大概就是 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是Data 裡面的文字跟Image 就裡面的圖 我習慣是把這個Image這個資料夾拖拉到我們的網站裡面 放開之後Image就出來了 當然你可以這邊有個重新整理 你可以把它重新整理 他除了會有一個Image之外 應該會有個那個JQuery的目錄他沒出現 不過在根目錄裡面應該會有JQuery多一個那個JQuery我看一下因為剛剛存檔的時候 他應該會幫我存進去採對我看一下可是他現在 沒出現 那是沒有 我剛還沒存檔 所以你把它儲存儲存檔案的話呢 他會怎麼樣呢他會 按確定 那再重新整理JQuery 就 進來了因為我們只要用到 JQuery mobile這個他就會 產生 因為 有他才會 幫我把它變成 手機的頁面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第一個 其他的話就是 有關那個什麼呢 這個這個裡面的資料 第一個是把Image放進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那個 裡面的 我們可能會用到的那個 就是Data 裡面的話當然有 有123 4個景點 那待會就是把這個4個景點的資料 分別 變成Netbar 跟ThisView 其他還有像Page裡面可以貼 就是從這裡面去 去把資料給加進來 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下課了 我們待會再來看 就是如果我要在這邊增加一個那個 比如說我 我們有4個頁面 123 第1個我們就按照 順序 在Home上面要做 這個下拉 不是下拉這個是一個 ThisView 一個清單 那未來當然你如果說景點很多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它放多一點的景點在這邊 都可以連出去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分別就是 在 自己去Google找一下吧 把那些 簡單的那個景點的 名稱跟他的簡介 那你不要放太多啦 反正就 把 比較重要的 栽錄進來就可以 那你當然接下來怎麼樣 可以做什麼呢 把這些 複製一下 那 再來就是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上面 內 這個地方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是 每一個每一個 這個是Home 那這個是 我們的 每一個頁面 所以這個內容部分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那個 第一個 綠島機場 也許把這個資料 把它 複製 直接 這個裡面的資料 把它直接複製 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內容就可以 那個內容 也就是將來 切過來的話呢 我們知道 這邊有個綠島機場 那裡面當然有一些圖啦 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話 有一個 這一張吧 我記得這一張 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呢 應該就是綠島機場的圖 你可以怎麼樣把這個圖 拖拉到 我們的那個 就是 就是那個 我們的Page 裡面 讓它可以顯示出來 我點兩下 用Photoshop來開了 OK 那 打開來的話呢 所以你在網路上 也可以 假設找一些 像這個綠島機場 你可以找 可能那個 景點的圖 跟景點的 相關的文章說明 那 你可以直接把它拖拉到哪裡 拖拉到也許這個 這個的下方 然後可以把它Enter一下 讓它可以有一個 它的綠島機場 它的一個圖 然後一個相關的說明 第二個也是一樣 第三個 所以我們有四個Page 那分別就把它完成 再來的話呢 我們需要在首頁裡面做什麼 需要在裡面 所以你分別把 Page1到4裡面內容加進去 分別就是 名稱 圖跟說明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有 1234 四個頁面呢 如果我希望做一個 List View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把 這個List View 做出來 那前面我們有做 講過 基本上我的習慣是把這邊 分別 也許在 把那個四個名稱 分別怎麼樣 在這邊先做一個 四個 第一個 一個 綠島機場 然後 南寮 交易港 就是先把他的清單 他的名稱部分 做成一個清單 再來的話呢 如果你要做 List View 前面講過 第一個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 先把這個清單 放在哪裡呢 放在 第一個Page 第一個Page 這個內容的地方 因為我要放的位置 剛好就是內容的位置 底下 葉尾 葉尾是放這個那把 剛好跟之前的練習顛倒 那我就直接把剛剛的那個清單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第一步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把 這一個 四個 清 這個 這個四個清單 變成什麼 項目名稱 這個項目 項目清單 那你把它 點選 不過那個 從 記事本過來的東西 他好像 換行跟換列 他沒有辦法 兩個 不一樣 所以你記得 把這個什麼 把它的後面這個項目 再把它 delete掉 你看後面好像是換行 不是換列 好 那我們就 產生了這個 這個清單出來 那你可以把它點選這邊 你會發現 這邊是 一個UL 開始在UL結束 那裡面的項目 就LI 結束LI 如果說我今天 接下來 這邊好像有多了一些 空白 這個空白如果你不需要 出現我的習慣是也是把它delete掉 不然到時候可能牌 會有好像會有一些 空白出現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再來我們要做什麼 如果要把它變成 Servive的話 記得 游標放在 UL這邊吧 然後呢 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資料 檢視 標籤檢視窗這邊 會有一個叫做 JQuery Mobile 其實跟前面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UL 其實就是這個項目 把它變成 它的Data Raw 把它變成 就是所謂的清單 DataRaw 這個地方 把它改成 List View 它是 叫做什麼 清單檢視 List View 把它點選 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基本上呢 原來 如果你沒有加 是UL 它實際上 如果你在這個 標籤檢視窗 裡面呢 加了這個之後的話 實際上呢 它是在 UL後面 空一格 幫你加這個東西 實際上就是把 這個東西加到這裡 當然呢 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要自己打 OK 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原來是UL 你如果說 你不要這麼麻煩 你也可以 有些人習慣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Data 然後DataRaw 它會自動出現 你打一個R 它好像會提示吧 RO 有沒有 那這邊可以點 點它兩下 然後呢 等於什麼呢 就是它這個 你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List View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List View 好 這樣的話 最後如果你要確認呢 這個效果是OK的話 你可以先存檔 Ctrl加S CtrlS的話 實際上就是儲存 或者你可以 按這邊也有個CtrlS 那你可以再來怎麼樣 按一下即時看一下 看看會有個List List出現 這個時候呢 它就變成一個List 但是呢 它沒有那個箭頭 它其實離那個 最後要做的 有沒有 那這個箭頭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基本上 就是 當你在 這個上方做什麼 做超連結 所以連結部分 特別重要 你再加什麼 這邊有個緊開頭 特別重要 一定要 加個緊開頭 Page 1 然後呢 你就是把這邊 Enter一下 這個是Page1 以此類推 Page2 然後分別呢 把這個做完之後 再切過來看一下 OK 你可以發現 現在就可以切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我 南流域港以下都還沒做 所以我們切到綠島機場 看一下 OK 點進去 看一下 你會發現綠島機場 就出現 好 再來的話 請各位 先試一下 分別怎麼樣 把那個 底下的那個綠島機場 這些 做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希望做出類似 像這樣 就是 即時的話 上面還是有個夜首 所以我們還是把夜首 補上去 不然的話 看起來上面少一個東西 因為如果沒有夜首的話 上面好像沒辦法放這個東西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能夠再把這補上去的話 那當然 第一個 做完之後類似長這樣 那怎麼樣 再把那個夜首給補上 因為剛剛我們加的時候漏了夜首 不過沒有關係 有個方法 很簡單 但是可能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個 就是他的結構 順便也了解一下 他這個 一個page的結構 一定是 整個 有沒有 頭跟尾 一定是一個page 所以他的data rule 一定是page 那他的id 就是 home 裡面的話呢 再來就是一個什麼 裡面的div 是一個content 是一個內容 然後結束 所以這個是內容的區間 內容在這裡 那 夜尾在哪裡 夜尾在這裡 有沒有 他的data rule是footer 底下就夜尾 一個div 所以如果你要增加一個夜首的話 很簡單 就是你可以拿那個夜尾這個來改 Ctrl C 有沒有 然後在content的上面 這一行 有沒有 把它貼上 但是你不能有兩個夜尾嗎 所以你可以 把那個 data rule 等於什麼呢 這個等於有沒有 你可以delete 後面東西 然後呢 讓他怎麼樣 讓他 他應該會自動提示才對 div 打一個 data rule 你可以data rule 有沒有 一樣 他會 讓你用選的 所以你打一個roll OK 然後呢 等於 你就是選那個什麼header 或者你自己打上去也可以 有沒有一個header 夜首 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 就會出現一個夜首了 那其他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 四個頁面 要補上那個夜首的話 一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Ctrl C 然後把它 最好是這個也把它改成夜首 好了這樣會比較好辨識 那這個配局OK之後有沒有 那我們這邊就多一個header 黑的 他是補的位置 頭尾 data rule 這個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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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少一個什麼 這個結束的 這個大雨有沒有 你少一個大雨他出現錯嗎 所以如果你有錯的話記得檢查一下 看一下這邊 這樣OK了 那你可以發現 現在的話就出現有個夜首 好所以好這邊待會請各位 再把那個夜首 部分 每一個再補上 不然的話可能要重來了 那我們還是直接乾脆用修改的 那第二個 就是綠島機場這邊一樣 在哪裡呢 選到這個頁面 Page 1有沒有 的下一行 我把剛剛的那個 黑的 貼上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Page 就是Page 1裡面呢 也會有個黑的 那我們黑的乾脆 把他 這個綠島 機場這幾個字呢 乾脆放在夜首 算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會 綠島機場的名稱 放在夜首 然後一張圖 再來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一個說明 其他的部分都一樣 所以 在這個Page也是 Page 2的話 我們要選到 Page 2的部分的話 一樣就是把這個上面呢 再增加一個什麼 再增加一個黑的 所以黑的的話 把剛剛 其實你只要做一次 然後就把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個黑的部分 記得是Page下方這邊 那他一定是DIV Data Road 黑的然後 這邊記得加一個大魚 這一串呢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 每一個Page 每一個那個Data Road的這個Page的下面 這一行 那這樣的話呢 每一頁呢 也就都會有那個 那個 夜守的部分 OK 不然的話可能要重重來了 變成說你要重新再插入那個頁面 那我是覺得乾脆直接用修改的 順便了解一下他的結構 所以 每一個頁面都會有一個開頭 也會有一個結束 缺一不可 如果你缺一的話 他會自動 會產生錯誤 所以這個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把他的 每一個 每一個 的名稱 包含就是說哪個景點 南寮漁港 那一樣 下一頁的話就南寮漁港 那他的那個名稱的話 內容 簡介就這個 一樣把它貼到他的底下內容 那他的那個什麼呢 圖的話 理論上是 第一個是P1 然後這個是P2是南寮漁港 所以你可以把南寮漁港這個圖 放到這邊 那以此類推 就是 再來就是第三 個景點 第三個景點就是 什麼 這個 海餐品 然後把這個地方 一樣然後 就加一個文字 然後並且加一個 加一張圖 意思類推 其他的都一樣 OK 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邊 再加上那個所謂的 夜首部分 所以我希望 把剛剛本來漏做了夜首的部分 再加上夜首 這個地方 主要還是希望各位可以了解那個我們的右邊 左邊的程式的部分 就是在那個Page的下方 多增加一個 Data Road Header